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九金山有二人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 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山客节目 我是永青 今期的金山客 我会和大家说的是 旧金山桥包纪念九一百事变七周年 1938年9月18日的旧金山中国城 几楼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中照射下来 孤黄的乐业在秋风中飞来飞去 阴沉沉的天 给人的感觉有多少寒意 在下午大约两点钟 旧金山中国城华人游乐场里面 逼到水舍不通 站满来自不同界别的桥包 粗略看一看 大大话话都有成千人 游乐场四位 插满了一支支的标语牌 上面写着 修复东北雪恥复实 修复失地还我学生 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等等 很多参加的民众 手还拿着环颜 白底黑字写着 千灭万恶毅奴 肃清无耻汉奸 为民族生存而奋斗 为世界和平而抗战 万众一心 雪耻兴邦 等等的环颜 而在场的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 群情激奋 口号声 彼此起伏 在中国城的上空回荡着 这就是旧金山中国城 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 七周年的活动现场 在1931年的9月18号晚 注册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向中国东北军发动进攻 由于东北军的不作为 关东军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侵占了瀋阳 在三个月里面 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 亦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难忘的耻辱 远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桥包 亦感受到无比悲愤 从那时开始 一段很长的时期里面 每一年到了九月十八 都会举行仪式 纪念这个沉痛的日子 1938年是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第二年 为了激起桥包捐款捐物的激情 纪念九一八活动显得更加隆重 就在1938年的9月7号 旅美华侨统一意捐救国总会 在第五十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上 除了商与筹款、汇款的事之外 还特别讨论 如何筹备九一八纪念活动 首先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 选定了12个筹备委员 包括李白筹、游永珍、邝慈、陈文黑、欧阳秀全 李阳升、梁昔晨、刘世龙、陈中海、赵九筹、邓祖阴、邓祖阴 以及林香全 由他们在9月12号星期一晚上8点 在中华会馆召开第一次筹备会 到了9月12号 918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 会上决定 在9月18号 在中国城举行大游行以及纪念大会 活动就由下午1点开始 中国城入面9间华侨学校全体私生参加 旅美华侨救国总会全体成员也全部出席 还欢迎各侨团和各界人士積極参与大游行和纪念大会 当时为筹备活动设立了5个科 分别是总务、巡逻、宣传、斗策、报纸 每个科设立政府主任各一人 科员10个人 到了9月15号 918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 委员们决意邀请中国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代表团成员 出席纪念9100活动 也邀请旧金山总领馆全体人员参加大游行和纪念大会 截止到会议召开时 报名参加大游行的团体 包括中华音乐会、华工合作会花车、中华航空学校学生 到时会开着几部飞机飞越中国城上空 另外还有几个社团还在籌备 大游行的路线已经规划好 参加的队伍首先在中华会馆门外集合 然后就向萨加曼陀街进发 沿着萨加曼陀街落到刀板街 左转走入刀板街一直走到百佬汇街 在百佬汇街转左走上士德顿街 再左转走入杰森街 再沿着杰森街走到牽尼街 转右就去到华盛顿街 再从华盛顿街向上走到天后廟街 转左走去萨加曼陀街转右 再沿着萨加曼陀街 走不是很远就来到华人游乐场 大家最后集中在华人游乐场召开纪念大会 同一日旧金山中国城美洲华侨教育会 也召开会议 商议各华侨学校参加918纪念活动的事项 会上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 凡是教育会的九间华侨学校师生都必须参加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用大家穿校服 第二 各校学生不需要提供鼓乐队 只要拿着中美国旗和校旗 第三 各校师生在9月18日下午12点半 去到中华总会馆门外面集合 第四 各校学生持练习国歌和抗日歌曲 到了后来的918筹备委员会 筹备会议上 学生集合的地点改了去华人游乐场 游行队伍和纪念会场 游斗策队联同南青年会 童子军 以及圣马里学校童子军维持秩序 在这次筹备会议上 再报名参加的团体 包括 广东花普花车 大明星 剧团全体团圆 航空协会花车等 时间来到1938年的9月18号 这一天是日本关东军 发动918事变七周列的日子 旧金山中国城在清早就开始忙碌当日的纪念活动 包括大游行和纪念大会 来到中午大约12点 参加大游行的团体 陆陆续续地走去士多顿街的中华会馆 大家在那里集合 然后出发 游行定在下午1点开始 到了下午的12点9个字 筹备委员会宣传科 林舍离站在金星公司赞助的广播车上 绕着中国城 走一圈 期间 还向乔包大声声讨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 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时介绍当日纪念大游行和纪念大会的程序 呼吁乔包们踊跃参加纪念 赌在日本屠都下的中国同胞 时间到了下午的1点钟 大游行正式开始 带头的是御群领队 接着是中国国旗的旗队 紧跟其后的是两名大只佬 他们拉开一条纪念918死烂同胞的巨型环幅 接下来就是中华音乐队 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布国旗队 中国总领事馆职员 吕美华侨董一义捐救国总会全体职员和代表 世界青年大会中国代表 中华中学校 阳和学校 金巴伦学校 姓公会学校 南桥学校 浸讯学校 孔教学校 姓玛丽学校 协和学校 建国中学 乔申抗日会 大国旗 基督教中华女青年会 囚振战区难民妇女协会 吕美华侨妇女战区难民囚振会 中华妇女救国会代表 家省华工合作会 花车 中华航空学校 以及航空协会 花车 广东花铺的花车 拿渣音乐社花车 金音播音公司宣传车 浩浩荡荡 五千多个条包的队伍 按照规划的线路 围住中国城的街道 一道行 一道大声地叫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魏财 还我何生 消灭魏寇 铲除汉奸 等等口号 而口号声 在队伍中 彼此起伏 中华音乐会成员 在游行路上 用低层的音调 演奏悲壮的抗日乐曲 感染了 不少沿途的 僑胞的情绪 激发起 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 无比仇 对遭受游灵 伤害的同胞 无限同情 殿国中学学生 抗日救亡歌泳队 一边行 一边高唱抗日歌曲 表现出中国人民 团结奋斗 抗击日本军队的 决心和信心 彰显堂堂中华南 而报国志 誓要将日本军队 赶出中国的 激奋之情 一路上 除了中国城居民外 还有不少穿着西装 有些穿着休闲装的白人 在游行街道两边看 很多人被乔包的激情 和悲情所感动和震撼 纷纷捐钱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参与游行的女青年会会员 应知煞爽 每个人背戴着 密忘各尺的蓝丝带 警醒乔包 密忘918带给中国人民的屈辱 希望大家踊跃捐书 支持祖国的抗战 华工合作会的花车上面 还装饰了一个大大弹 上面写着 轰炸中国无辜民众之日扣炸弹 和乔包买日货 无疑坐日添置炸弹 这样的标语 雨帝悲愤 吹人泪霞 发人心醒 而航空学校的学生 就穿着浅黄色的制服 个个英俊少年面上 游戏未脱 却展露出冲上蓝天的灵魂壮志 他们游行所经过之处 都受到乔包 和其他族裔人士的鼓掌 并纷纷要求合影 已经通过飞行训练的学生 驾驶着飞机 在中国城上空飞过 后来他们都在祖国的蓝天上面 同日军战机搏杀并血洒长空 抱写了一曲曲青春之歌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游行 队伍才陆陆续续 回到终点 华人游乐场 准备纪念大会 游乐场分了两层 而纪念大会就在上层举行 纪念大会会场主席台 设在一栋楼房的墙外面 一幅巨大的环颜 挂在主席台后方的墙上 主席台两边 竖着很多抗日标语 台前还摆放着 由金星公司赞助的抗音起 纪念大会终于在两点正式开始 历时两个小时 一直到四点才结束 有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人 仍然坚持站在会场 直到活动结束 纪念大会由918筹委会 委员召九筹主持 首先由中华音乐会奏乐 接着由李泊珍带着全场唱国歌 向国旗行三谷公礼 接着全场密哀三分钟 纪念在918以来 殉难的中国军民 旧国总会主席邝炳讯 自开幕池时指出 918是日本武力侵略中国 造成今天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生存 而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沉痛的日子 他表示 7年来因敌人不断进攻 直到去年奴沟桥事变 迫使中国采取武装斗争 以抗击日本军队侵略来保卫中国 他呼吁桥包 为资源前线将士杀敌的最好方法 就是踊跃捐输 为前线的战士 提供更多的枪炮弹药 康炳讯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 是为了他实现 独霸远东大陆的政策 不灭亡中国 日本决不会停止 要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言和 绝对是痴人说梦 他强调 虽然中国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但抗战的力量天天在增加 中国人的团结 远超九一八支持 如果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最终一定会报九一八个字 取得最后胜利 康炳讯接着回顾了 七七奴沟桥事变后 还报告了 吕美华侨统一义卷救国总会 为祖国抗日战争积极募捐的成绩 据他介绍 救国总会成立一年来 已经义卷了350万 第一期义卷130万 第二期义卷220万 目前正在发起第三期的义卷 现在已经发出债券八十多万 买飞机的钱六十万 难民救济费 买约费 以及七七捐款等大约110万 大半的钱会用来采购约品 其余的钱用在邮寄救济药品 到目前已经买了250个单位的药品 还要再买60个单位 每个单位可医治500至100名 双兵一个月 即是救国总会寄出的药品 可以满足最低医治一个月 20万双兵的需求 以上各个类别的钱 合计一共超过520万 这些都是以当时中国发币计 而不是美金 当时以每100元发币兑换30元美金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币对美金的回率不断地大幅度贬值 后来捐款时 直接就要求大家捐美金 在纪念大会上讲话的人 还有中国总领事馆 王副总领事 出席世界青年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杨福游 代表陈鸿年 刘百谦等等 纪念活动期间 拿渣音乐社成员演唱了 乙勇军进行曲等旁日救忙歌曲 民众的抗日激情空前地高涨 慷慨激昂的情绪感染了全场 旧国总会为这次纪念918活动 特别制作了特大的中美国旗各一面 在游行时 由几个人轮流手拿着国旗的一角 放屏离行 两边的人不断地把钱拼入国旗里面 当纪念活动结束后 他们在救国总会清典国旗里面的捐款时 一共有237元5毫尔 当时中国城一份中文报纸的写论中就写出 纪念918要有彻底觉悟 第一要明白今天的抗战 是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缺不可以抱住置身事外的想法 条约和信意都不可以制止侵略 其他强国不会无鱼无故地为了中国来与日本交战 第二要清醒认识到中日之间 绝无妥协的余地 中国要救亡逃存 除了抗战到底 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外 别无他途 以上故事是由《桥报之心》记者吴卓明赞稿 多谢大家的收听 旧金山有Cable Car、唐人街、愚人码头 旧金山有二人的气候、浓郁的文化色彩 旧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